台积电今年将正式量产苹果A8处理器 预估能够挹注台积电的营收超过5% 那么今年第一季反而表示 台积电先前释出第一季的营收 可能会剂减5%到7%之间 不过据传新一代的智慧型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采用的新晶片提前拉货 台积电第一季营收有可能会比预期还要好 剂减幅度渴望降到5%以下